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内线 所以在制定这个配合的时候 还是围绕着外线的几个点的系 最后把球调到来下 但是到底能什么样 那个时候布置了队员能否去执行 能否把这球传到那个最佳落点 确实没有把握 李月如在篮下的强攻 造成了对方犯规 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就是徐志导刚才展庭 布置了一个边线球的战术 小宝很有经验 什么小宝给李孟一挡拆完了以后 他往上顶 这是个对方防守小宝那个中锋 我们都管他叫奥西亚 他的时间往前绕 所以小宝一顶他呢 必然就把底下空间给留开了 你看李孟这往外一跑 这个15号他也犹豫了 他也怕李孟这个挡死完全空位 所以他一犹豫 他也得往外 要不要过来帮他 他得往外绕 他往外一绕就在小宝身前了 然后小宝给李孟挡完了以后 小宝就往上顶他 一顶他就把底下空间露出来了 还有0.6秒能否赢球 就看李月如的两记发篮了 这个时候整个球队取胜的希望 都压在这个22岁的年轻女孩的肩上 很担心 这个是我确实担心的 因为如果两个内线来比较的话 他跟韩旭比 他平时的发球 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和命令 他不如韩旭 或者是不如其他别的队员 我是很担心的 我们临出发前的倒数第二场比赛 有名气和 我在海小宝把拳头挥了一下 什么也没有说 不能当时按照他 你求必要尽 那时候就是那种心有灵魂 而一点通就是自己要去灵犀上 要自己要给他 给予他那种信心更坚定 挥了一下拳头 他就自己下来说 学长我看你会一下 你再给我信心 那个瞬间可能就坚信自己能阀得尽 好 我阀篮其实有个节奏 就是我喜欢运三下球 然后调一次呼吸以后再出手 我認爲可能是會二中一 我沒想到兩個都會發覺 尤其是第一個 這點上我覺得也是和他平時的訓練 極力有關係 他和含蓄的兩個中鋒的訓練 這兩個隊員是我們隊的一個重點 以內衛為主 是我們隊裡主要殺傷 和取勝的一個非常關鍵的點 他們兩個的殺傷 就決定了我們隊伍的勝和負 平時我對他倆的發球 是比任何隊員都要多的 對他他們倆是特殊關照的 徐道友訓練過我和韓旭 我們兩個人 就是我們有過訓練 就是這邊進攻 然後回去防守 該冒 然後在全場回來進攻 五個往反之後發五次籃 一次發不進 下一次要再多跑一趟 哇 那個真的很累 但是確實就是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李月如把自己的微信名字 叫做軟堂 這個長相甜美的女孩 這一次卻讓對手們牢牢記住了 她在球場上的強悍和硬辣 謝謝你